陈牙昌、詹芬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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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聖峰在過去北中南大演講的時候 過去有很多本土的前輩 常常舉出了旗子叫臺灣獨立 後來聖峰去演講完之後 其實全部要改了 獨立是什麼意思呢 獨立的潛筆就是你已經承認你是屬於他的 所以你要獨立出來 台灣沒有獨立的問題 台灣依照聯合國憲章 是駐民自決跟建國的問題 台灣在這兩百多年是一個殖民地 然後到現在到日輪殖民地 然後到現在 他其實是應該從殖民地這邊 能夠出來變成是一個新的國家 如果過去的殖民地都要回到 如果要公主婆或母國這邊來回到他們 變成他們的領土的話 那可能澳洲、紐西蘭或者菲律賓都要回歸來 所以你要知道說 殖民地為什麼在二次當年結束之後 這一些他可以成為一個國家 所以呢 他不是獨立的問題 他是一個住民自決建國的問題 所以北中南一結束之後 正峰聯合完之後 我們很多本土的前輩他其實全部換 換成什麼 台灣要建國 我們掌聲歡迎黃盛峰給我們的演講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黃盛峰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有關台灣地位的問題 今天呢 主要跟大家講的是台灣的國際法地位 過去現在也未來 OK 那我想在一開始的時候 先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那就是 有時候我們必須在簡單跟正確之間做選擇 什麼叫簡單跟正確之間做選擇 就是我們常常有時候面對的選擇 面對的問題呢 並不是叫我們在是與非之間做選擇 而是在那個看起來好像比較輕鬆容易完成的那個選項跟另外一個正確的選項之間做選擇 那在過去的幾百年裡面 台灣人其實做過了很多的選擇 裡面 台灣人做的選擇 有的可能就真的就是選擇哪一個比較輕鬆的 有的時候呢 台灣人的確做正確的選擇 但是 不論如何 就是台灣人過去所做的選擇呢 造就了今天的台灣 那這句話呢 我希望大家把這句話放在心裡面 因為等一下在過程當中 會提到一些狀況 那大家可以想在那個時刻 台灣人做的選擇是什麼 那這個選擇又造成了什麼結果 那今天呢 因為我講的是國際法 所以想在一開始的時候 先要講一下什麼是國際法 先告訴大家一些國際法的基本知識 然後再來呢 要談台灣的國際法上面的地位 一個是過去跟現在 然後再來要講未來 那現在首先先開始講國際法的基本的一些知識 首先要問的一個是說 什麼是國際法 什麼是國際法 我想 國際法有三個字 然後我們常常看到好像有人動不動講國際法 動不動三個字就從嘴巴冒出來 那國際法聽起來 好像就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事情 好像就探討說 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然後好像除此之外 好像都跟國際法都沒有關係 其實不是 國際法呢 基本上要講 它是什麼東西 它是國際法上面 它一個政治實體之間的基本往來規範 那什麼叫政治實體 那就是一個看起來實質存在的一個東西 那國際法上面政治實體 至少包括第一個 第一個國家 就是基本上所謂的主權國家 那我們稱為sovereign state 那我們常常有聽到那個 有人講說country country country也叫國家 然後nation也叫國家 然後這裡有一個sovereign state 不過在國際法上面呢 所謂的國家呢 那指的是sovereign state 所以如果今天講country的話 它不一定是指國際法上面的國家 那在這裡舉個簡單的例子 相信大家都知道蘇格蘭嘛 蘇格蘭之前曾經 2014年的時候曾經辦過一次 獨立共同化沒過 所以那個蘇格蘭呢 我們知道它還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對不對 但是大家知道嗎 英國這個國家 是用country來稱呼蘇格蘭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看到country這個字的時候 其實可能不要太直接的把它連想到說 是國際法上面主權獨立國家 它可能只是指某一個政治上面的一個區塊 但是它不見得是具有主權國家的身份 如果要講真正的主權獨立國家的話 它的稱呼方式會是sovereign state 再來 另外也是國際組織 譬如說像聯合國 然後WHO WTO 這些都是屬於國際組織 另外一個就是實質自主運作的單位 譬如說像台灣 還有蘇瑪麗蘭 我在這裡把台灣放在這個地方 而沒有放在第一個項目 我想 基本上講已經告訴大家 某程度上講 告訴大家一個結論 就是說 在國際法上面的話 台灣還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一個自主運作單位 台灣是一個自主運作單位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聽到有人講說 台灣是一個事實獨立 台灣現在說台灣是事實獨立 有的是這樣講 當然有人講說這個叫做事實上的國家 不過這個在國際法上其實沒有這樣的東西 國際法上面的國家一定都是dejury的 再來就是說認定國際法上面 政治實體就是上面所講的這幾個項目 它的權利義務 然後它要怎麼樣行使權力履行它的義務 譬如說國家跟國家之間可能會有債務 或者說 某個國家可能侵害到另外一個國家的權利 那在這個時候呢 被受侵害的這個國家 它要如何行使它的權利 或者說 國家跟國家的債務要如何償還 像這一些都是屬於國際法的範圍 國際法的內容涵蓋非常廣 政治、經濟、軍事、人權等等各個層面都有 所以不是只有講說 這一塊這個東西 是不是一個國家才是國際法 其實非常多都跟國際法有關 比如說政治的部分 基本當然就像國際關係外交的部分 就牽涉到國際法 像甚至於說 外交人員你今天到其他的國家去的時候 他選有什麼樣的外交上的特權 像這一些也是屬於國際法的範疇 那比如說經濟的部分 譬如說禁區口貿易 貨幣的兌換 金融交易、證券交易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 曾經到其他的國家去觀光的時候 要換錢嘛 對不對 我們今天把新台幣換成美金 換成歐元 換成英鎊 這個都是依據國際法的規範去進行的 然後還有譬如說 我們現在透過網路的時候 即使在台灣 你也可以買賣 這個美國的證券交易所 那邊所交易的股票 有價證券 像這個部分呢 也是跟國際法有關係 如果沒有國際法 是沒有辦法進行這樣的交易的 再來像軍事的部分 譬如說交戰、停戰、中戰、暫領 還有限制核神法武器 這一類都跟國際法有關係 就是說國家跟國家之間 戰爭要如何展開 要如何結束 這都是依據 要依據國際法來進行 那剛才 最後面有一下是所謂的核神法武器 其實這就講說 就是在國際法裡面 它關於在戰爭的過程當中 你什麼樣的武器可以用 什麼樣的武器不能用 譬如說我們知道 就是打母彈 像這一種 228的時候 我們中華民國軍隊 拿來打台灣人的打母彈 這個呢 就是國際法這邊 其實是禁止使用的武器 然後還有譬如說 我們知道 不久之前 美國才退出 這個中程導彈的一個條約 那我們就知道 美國它雖然是世界第一強權 可是呢 它如果今天它想要 在它簽了這個中程導彈條約之後 它如果想要再去製造 中程導彈的話 它必須要想辦法 脫離那個條約 所以我們知道說這個 包含這樣使用什麼樣的武器 可以使用什麼樣的武器 這也都是屬於國際法 在控制的範圍裡面 另外一個呢 是人權 那人權的部分 涵蓋當然非常廣 就比如說 像我們現在的自由權 自覺權 生命權 輸送權 還有人道法上面的規定 這些都是屬於國際法的範疇 雖然是寬度 但是好像內容沒有變化 OK 再下一個齁 國際法上 有很多人對國際法有個誤解 有很多人說 好啦 那個國家跟國家日動 是在比拳頭大 好像比拳頭比較大 就可以不定去在乎國際法 不過在這裡呢 我想跟直接告訴大家 就是沒有這回事 國際間不是只有在比拳頭大 因為如果真的只有比拳頭大的話 美國不會在一些地方吃鱉 誰是手機 比如說這個 我說美國他吃鱉 比如說 當然我想大家都知道那個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之前呢 他的那個棋子 他要在聯合國大會前面要升起 在聯合國的那個建築前面要升起 美國是大力反對 世界第一強權大力反對 巴勒斯坦的棋子升起 但是棋子還是升起來了 棋子還是升起來了 所以拳頭大 沒有用 拳頭再大 你也沒有 美國拳頭再大 也沒有辦法阻止這件事情發生 另外呢 中國 這講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也沒有辦法阻止國際仲裁庭 做成不利他的仲裁判斷 那在這裡可能有人在想 就是說 對啊 雖然是這樣啦 但是這個仲裁庭做出這個判斷之後 中國好像沒有管他 好像繼續在做他的事情 可是他們有發現一件事情 在國際仲裁庭做出 中國在南海那邊的主張 不具國際法上面效力的時候 原本在這之前 原本在這之前 會把軍艦 開到南海那邊 進行所謂的自由航行的國家 只有美國而已 可是在這一個國際仲裁通過之後 會把軍艦開到南海 進行自由航行的國家 不是只有美國 英國也來了 澳洲也來了 所以我們發現說 其實 國際法 這個東西 雖然說我們乍看之下 好像那些強權可以 不顧國際法的規範 可是實際上 國際法的存在 其實讓很多的人 今天在對抗所謂的強權的時候 他們有非常好的理由 非常好的根據 非常好的籌碼 非常好的籌碼 好 那在這裡呢 想跟大家 希望這一個 就是今天演講完結束之後 大家可以帶回去一句話 就是強者可以制定規則 弱者必須要精通規則 強者可以制定規則 弱者必須要精通規則 強者可以制定規則 弱者必須精通規則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三次 這句話很重要 這句話很重要 尤其是對台灣很重要 我們要知道 國際法是怎麼制定出來的 國際法絕對不是一些弱的國家去制定的 國際法是比較強的國家 彼此之間互相討論 透過政治折衷所決定出來的規則 透過政治折衷做出來的規則 這代表什麼意思 國際法規範它本身存在的價值是說 如果國家跟國家之間發生爭議的時候 除了打仗之外 要如何解決彼此之間的爭議問題 所以呢 我們會知道說 今天這個國際法的規則 是大國 大國之間所討論出來 透過政治折衷 權力的運用 政治力的運用 所決定出來的規則 大國彼此之間為了避免發生戰爭 所以他們會遵守規則 當然有時候可能會稍微做一點越界 但是基本上他們都會遵守國際法 那比較弱的呢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運用國際法 運用國際法規則 去跟大國去談事情 什麼意思 因為如果說今天你依照大國所制定出來的規則 去跟大國談事情的時候 今天大國他在跟你談的時候 他必須要遵守 他跟其他的大國所談出來的規則 要不然其他國家都說 你沒有遵守國際法 沒有遵守我們之前所談出來的規範 那我為什麼要遵守 那在這個時候呢 原本所他們大國跟大國之間 為了避免發生糾紛發生戰爭 所談出來的規則 結果因此的受到破壞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就是要利用這所謂的恐怖平衡 我們就要利用大國之間的這種權力之間的平衡 然後來爭取我們自己本身的利益 所以我們必須要很清楚 大國之間所談出來的規則到底是什麼 然後善用這樣的規則 去爭取我們各本身的最佳利益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如果之後 你們再碰到有人在講說 什麼國際法沒有用 然後我們國際間都是比權都大 大家可以再仔細想一想 他說的是對還是錯了 在這裡我們舉一個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1949年10月1號建政之後 他花了22年又24天 他才進入聯合國代表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所掌控的領土 所掌控的人民有多少 跟中華民國政權比起來差多少倍 人家也是花了22年24天 才取得他應有的權利 拳頭大又如何 國際法可以卡你卡很久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在聯合國裡面成為中國代表政府 也是完全依照國際法規則來進行 他不是說我拳頭很大 人家還是依照聯合國大會決議 通過之後他才取得這個權利 另外巴勒斯坦 1988年10月15號宣布獨立建國 花了24年又14天 他成為聯合國非會員的觀察員國 上面這個是很強的 下面這個是很弱的 弱到爆了 他一樣他花了24年又14天 發現中間只有差兩天兩年而已 差兩年的時間而已 所以我們發現到說其實在國際法的角度之下 其實即使是強者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弱者如巴勒斯坦 他們其實透過國際法的規範 跟聯合國這樣的一個國際組織 發生國際法上面的一個關係 所花的時間其實沒有差很多 所以我們就要了解到說 國際法不見得是 favor 不見得是對大國有利的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其實巴勒斯坦 他在國際法上面 他占的非常大的便宜 我們知道說巴勒斯坦 他所主張的領土 其實確實在絕大多數 都是被以色列佔領 他是一個絕大多數 自己本身所主張的領土範圍 被其他國家佔領的一個國家 但是他進入聯合國所花的時間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花的時間 差不多兩年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理解一件事情 國際法對弱者最大的作用 是增加我們跟強者進行競爭 進行政治及法律攻防的籌碼 所以千萬不要說碰到強的 然後我們就 國際監督比權多大 所以我就放棄 然後國際法都沒有用 錯了 國際法才是對弱者來說 其實是最有用的工具 是最有用的工具 其實我之前很喜歡舉個例子 就是 今天如果說你一個人 對不對 然後你要去對抗 比如說像鴻海這樣大公司的時候 你直接用人去跟他對抗 當然贏不了 但是如果你利用法律 用法律當成你的助手 你的工具的話 你是有機會打敗他的 即使他是這麼大的一個對手 然後在這裡呢 也要挑戰一下大家的一個觀念 主權國家有四要素 相信大家過去都讀過 中華民國的課本 公民教育什麼的 他們有講嗎 這個四要素 就是說有土地 領土 然後人民 然後還有政府 還有一個主權 對不對 那個 有讀過這個的請舉手 就是你對於國家四要素 你的認知是這樣 OK 既然好像大家都舉手 我告訴大家 這是錯了 完全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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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為什麼 因為其實呢 他在這裡所說的 那個所謂主權國家四要素 他其實是 他想要吃這個的豆腐 就是蒙特維多國家全力EU公約的豆腐 蒙特維多國家全力EU公約裡面 他有提到主權國家 他有四個主要的一個特質 第一個 他當然是要領土 一定範圍 固定範圍一個領土 然後呢一定數量人民這沒有問題 然後你有所謂的政府 這政府當然就是進行管理工作的 治理領土然後呢 治理人民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呢 是外交能力 不是主權 不是主權 這外交能力 我在這邊畫了一個圈在這裡 然後另外對 另外對的另外一個政府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這個外交能力 一個主權國家所具有所謂的外交能力 不是隨便跟阿媽阿狗之間的那一種往來關係 是要跟另外一個 今天框起來這一個 國家 其他一個國家的政府 平等往來的一個權利 的能力 平等往來的一個能力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其實在國際法上面 有一番爭執 就是說到底 到底 這個承認 是不是成為一個國家的必要條件 就是其他國家的承認 是不是成為一個國家必要條件 國際法上面的通說 就是說大部分人認為 基本上是不需要 不需要其他國家的承認 你就可以是一個國家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 如果其他的國家不承認你是一個國家 然後以跟一個國家往來的方式跟你往來的時候 請問一下 你說你自己是一個國家的意義何在 因為人家根本不把你當成一個國家 人家根本不跟你往來不覺得你是一個國家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對啊 你說我是一個國家 但是其他國家都不承認你是一個國家 所以跟你往來的時候 他沒有遵照跟國家往來的規矩 來跟你往來的時候 你說你自己是一個國家 有沒有用 有什麼用 所以 雖然說通說裡面 要成為一個國家 要成為一個國家 它並不需要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 但是國家要真正發揮國家的作用的時候 你必須要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態 那到底主權是什麼東西 主權是這個 主權是透過外交能力 讓其他的國家認可你 然後把你當成一個國家 認為你是一個國家 跟你往來 開始尊重你的時候 那時候所形成的一個東西 這個是主權 這是主權 主權在國際法上面 最主要的效用 最主要的作用 是讓其他國家尊重你 那尊重基本上來講 它表現在 譬如說 我尊重這是你的領土 所以我不會侵占 我不會把我的軍隊派到上面去 然後我尊重呢 我尊重你的政府 是一個國家政府 所以國家政府 對內管理領土管理人民 所做的這些施政行為呢 我不會干涉 所以這叫做不干涉 所以呢 國家跟國家之間 他們有一個基本原則是 絕對不干涉他國內政 有沒有 不可以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 所以呢 其實是這一個包起來 保護在這裡面 可是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所謂的外交能力 讓其他的國家 把你 認定為是一個國家 然後跟你往來 這個主權是不存在的 這個主權的保護是不存在的 所以 剛才前面講的那一個 所謂的國家四要素 那個東西 必須要說的就是 如果說今天你必須要先成為一個國家 人家先認定你是一個國家 你才會有主權這樣東西的時候 主權要如何成為構成國家的要素 因為主權是要 或者你已經是一個國家的時候才會有的東西 所以 它不會是構成國家的要素 它是成為國家之後會具有的一個權力 一個power 另外呢 我想再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叫國家政府跟政權 什麼是國家 國家的國際法上面 主權國家法人格的政治實體 所以絕對是主權國家 可能是主權國家 sovereign state 然後還有法人格 然後呢 什麼是政權 政權呢 就是具有實質力量 治理能力的政治集團 所以呢 一定要有實質的力量 而且要有治理的能力 那實質力量 治理能力怎麼表現出來 譬如說你今天 假如今天它是一個政權 怎麼表現 就是說 它可以在一定的區域裡面 控制那一個部分的事物 然後不送其他政權的干涉 其他外在的干涉 這個時候呢 它才會變成所謂的政權 政權不一定合法 也有可能是非法 譬如說像 叛亂政府 有些國家裡面有什麼叛亂政府 那個呢就是政權 那也是政權 那也是政權 只是它可能是非法政權 那在這裡特別講說 實質力量 治理能力呢 是想跟大家講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呢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出現了 許許多多的政府 除了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之外呢 現在同個時期裡面 好像還有存在一個 台灣民政府 然後之前還有什麼 美國台灣政府 台灣自治政府 台灣臨時政府 一堆政府 但是這些政府呢 其實呢 都是自己 自己講自己開心的 因為這些政府 這位所謂的政府 他們都沒有所謂的實質量 有沒有治理能力 他們沒有辦法真正的控制 他們所主張自己 所謂的領土 沒有辦法主張自己的所謂的領土 他沒有辦法對那個地方進行控制 譬如說我知道 譬如說像台灣民政府之前 好像有發什麼車牌 發什麼車牌 然後我記得 那時候聽說 好像是他主張說 就是如果你今天 你開的車上面 掛著台灣民政府的車牌 然後那個中華民國的那個警察 就不能開你的單 這是他們這樣講的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發生就是說 中華民國警察不只開單了 而且開單這件事情還上了新聞 大家都在報 然後都覺得很好笑 那台灣民政府那時候的反應是什麼 我記得啦 聽說啦 好像就是要求 把中華民國發的車牌 跟台灣民政府發的車牌 同時掛出來 那就很奇怪啊 對不對 因為如果照這樣來講的話 在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的警察不開你單的原因 是因為他看到中華民國發的車牌 不是嗎 所以在這個時候 這個 如果有 就是有一些人 有一些團體在主張說 自己是什麼政府 什麼之類的 但實際上他們所做的事情是 完全看不出來 是一個具有所謂的實質力量 所以像這樣 他們根本連政權都談不上 那個只是一群 組織 一群人組成組織 那當然 我個人的認定是 就是台灣民政府這樣組 基本上都詐騙集團 就是詐騙集團 就詐騙集團 我老實講 就是詐騙集團 他們的論述 對不對 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們本身後來 運作的那種模式 基本上來講 就是讓他變成詐騙集團 再來什麼是政府 政府呢 是能代表國家 對內治理 對外代表國家 對內治理人民土地 對外進行外交的政權 所以政府也是一種政權 所以一個國家裡面 可能有好幾個政權 但是呢 可以代表那個國家呢 就會變成政府 所以說一個國家 只能有一個代表那個國家的政府 那個政府叫做代表政府 那代表政府呢 是能夠代表國家的政權 一個國家可能同時存在好幾個政權 那如果發生這種情形的時候 就出現所謂的代表權之爭 那再來我們就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中國 這個1949年10月1號到今天 中華民國政府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這兩個政權 他們在搶中國代表政府 那可能有人說 沒有啊 中華民國政府 怎麼會是中國政府呢 但是 繼續聽下去大家就知道 另外一個是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 2019年1月23號最新的 委內瑞拉他有個馬杜洛政府 因為瓜伊多過渡政府 那 我想大家如果有注意到那個新聞的話 會知道說 這瓜伊多過渡政府很有趣 因為呢 他成立之後呢 美國就承認他了 美國呢 就承認瓜伊多過渡政府 才是委內瑞拉代表政府 那這時候發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 馬杜洛政府 在美國承認的瓜伊多政府之後 馬杜洛政府要求美國 把外交人員 撤出委內瑞拉 結果那時候美國怎麼反應呢 美國反應很有趣 美國說 我承認的政府是瓜伊多 我承認的政府是瓜伊多 所以呢 你是非法政府 所以呢 你今天要求我 把外交人員撤出委內瑞拉呢 不是委內瑞拉這個國家 的合法政府提出的要求 所以我不管你 所以美國的外交人員 繼續待在委內瑞拉 然後呢 他們對口的對象呢 就是瓜伊多過渡政府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就是說 一個國家存在之後 他內部 如果有同時好幾個政權的時候 其他的國家他們可以做選擇 選擇什麼呢 選擇這幾個政權裡面 哪一個才是代表政府 所以美國他就選了瓜伊多過渡政府 那我在他們前面講說 中華民國政府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也是這樣的關係 都是在選 其他的國家都是在選 哪一個才是中國代表政府 我在這裡其實稍微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那個2017年的時候 2017年 我想大家都應該都有印象 巴拿馬 巴拿馬所謂宣布 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台灣這邊的新聞都會報 就是什麼 台八斷交嘛 對不對 會報台八斷交 然後在那個時候呢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部 他就發布了一個聲明 但是那個聲明內容很有趣 他講說 就是兩國的邦誼超過一世紀 從什麼時候開始算 1910年 1910年 那請問一下在座各位 1910年的時候 台灣在哪裡 1910年的時候台灣在哪裡 我想大家基本上都知道 台灣那時候是日本的領土 另外再問一下 1910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在哪裡 中華民國在哪裡 所以 當他講說兩國邦誼是 超過一世紀 而且從1910年開始起算的時候 中華民國政府到底是什麼角色 他覺得自己是什麼 他是台灣嗎 他是中國呢 他是大清帝國呢 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不過等一下會繼續說明 再來我們來講國家有一些屬性 就是說有概念 他比如說國家有國號 一定會有的啦 就像人有名字一樣 他的改變不會改變他國家法人格 所以呢 一個國家改了名字之後 他還是同一個國家 他不會變 就像說我現在我叫黃聖鋒 對不對 我改名字我改叫郭台銘 我也不會變成鴻海董事長 是吧 應該是吧 如果能夠改他多好 直接改Donald Trump就好了 好 最直接的例子 史瓦濟蘭 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史瓦濟蘭 2018年改名為史瓦濟蘭 還是同一個國家嘛 邦交還在 跟中華民國政權的邦交還在 另外一個是大清帝國1912年改名為中華民國 改名喔 很多人就是 我想相信我們過去在看歷史課本的時候 上面都講說什麼 國父孫中三千生什麼 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嘛 對不對 他都這樣教你嘛 可是事實上呢 在當年所發生的事情不是這麼一回事 當年發生的事情是 1912年的時候 大清帝國宣統皇帝 發佈了一個推位教書 這推位教書裡面呢 把大清帝國呢 從帝王體制 更改為共和體制 然後呢 他還要組成一個 和漢滿蒙回藏之 大中華民國 然後呢 他在這個教書裡面 指定袁世凱 去成立臨時政府 所以 1912年所發生的事情是 大清帝國 從帝王體制 改成共和體制 國家的名稱 從大清帝國 改成中華民國 這才是當年發生的事情 所以沒有什麼 推翻晚清 建立中華民國 這種事情 是 大清皇帝 他直接下教書 直接改變這些東西 不相信的話大家可以想一下 民國六年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張勳復辟 大家應該有印象吧 張勳復辟 什麼是復辟 就是 原本是共和體制嘛 又改回帝王體制嘛 對不對 又改回帝王體制嘛 你們聽到 改回 復辟 恢復 是不是 這表示什麼 中華民國 這一個國 那個時候 這個國家 叫中華民國那個國家 他是改回去原有的制度 他是改回原有的制度 這不就是同一個嗎 就是本人嗎 因為他本來之前是 後來改成後面這個東西嘛 那個時候 原本因為 宣統皇帝退位的時候 是宣統三年 所以那民國六年的時候 他就變成宣統九年 年號是繼續算下去的 所以張勳復辟的時候 那個年號是恢復為宣統九年 後來呢 張勳復辟結束了 因為好像不到兩個禮拜就結束了 又改回去了 中華民又改回去 又變成共和體制了 為什麼可以這樣改來改去 如果說今天你改這個東西之後 如果中華民國不是大清帝國的話 他每次更改 應該什麼東西都要重新起算才對 可是他都繼續算下去 因為是同一個東西 它有延續性 所以 其實中華民國就是大清帝國 至少1912年以後 中華民國就是大清帝國 後面發生的事情又更有趣 再來是政府 必要可以換 那更換也不會去更改 這個國家的法蘭格 譬如說 中國1928年代表政府 從北洋政府變成國民政府 北洋政府 大概就是之前一開始的時候 那原子凱所成立的那些東西 後來一路延續下來 後來我想歷史課委員都會講 什麼北伐 什麼北伐統一中國 這個是勝者為王 敗者為寇的史觀 什麼叫做北伐 其實那個真正的本質是什麼呢 是中國內部 原本全世界各國所承認 中國代表 合法的代表政府 是北洋政府 後來呢 有人看這件事情 不太高興 所以呢 就引進了外國勢力 那個人是誰 就是孫文 孫文 引進了外國勢力 引進了蘇共的勢力 然後就成立了什麼 黃埔軍校 什麼之類 然後在那個時候 他自己成立了一個什麼 國民政府 其實眼看講起來 就是一個攀亂政府 一個攀亂政權 這個攀亂政權後來成功的 成功的把北洋政府消滅了 成功的把北洋政府消滅了 取代了他 變成中國的代表政府 然後呢 這個勝利者者 就把這個東西美化 其實攀亂成功啦 他把美化稱之為北伐 統一中國 好 那才是真正的歷史 另外的體制必要可以改 變動不會改變國家法人格 譬如說像法國 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 1792年地質改為共和制 中國1912年從地質改為共和制 國家都是同一個 都是China 前面這個怎麼改 都是France 都是法國 憲法 也不是一定要有的 它可以修改 可以重訂 修改重訂都不會影響國家法人格 我們現在過了很長的 就是有憲法的日子 可能會覺得說好像 國家一定要有憲法 其實不一定 因為其實憲法是很新的產物 憲法其實是很新的產物 在早期啦 一些就是現代民族國家已經出現的時候 大多數國家都是帝王體制 帝王體制那時候是沒有憲法可言的 所以後來比如說法國發生法國大革命之後 然後從地質改為共和制 其他的國家呢 則是採行君主立憲制 就是原本是君主制 後來呢我就制定了憲法 我變成君主立憲制 但是我們不會說那個 沒有憲法之前的那個 不是國家嘛 其實就算在現在我們一樣有 一樣有沒有憲法的國家 像這些國家我們在阿拉伯半島上面 就可以看到很多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那些大公國都沒有憲法 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可能不知道 法國已經制憲17次了 法國已經制憲17次 然後呢 他1958年制憲的那個版本 已經修憲24次了 不過法國還不是最離譜的 南美洲有一個國家好像是制憲的樣子 他制憲34次 制憲34次 你看他們不管制憲多少次 法國制憲這麼多次 他都還是法國 沒有人因為說他制憲之後 然後那個國家就滅亡了 或者是就變成另外一個國家 沒有 就只是改變那個制度而已 或者是憲法沒有內容 國旗不一定要 但是基本上通常都有 改了也不會影響國家法人格 國歌一樣喔 不一定要有 所以我列出來這些東西呢 其實大家如果理解到這一點之後 大概 大概可以去理解到說 現在 台灣島內有很多的主張 有很多的主張 認為說改了什麼東西之後 就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在國際法上面 可能都沒有這樣的效果 好 在這裡我們特別講一下 台灣的地理範圍 最廣義呢 是以中華民國政權現在所管的 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還有其他限制上都有控制 比如說東沙群島、太平島這些 都算在裡面 這是最廣義的 另外是廣義的 就是台灣島、富屬島嶼還有澎湖群島 在狹義呢 是台灣島還有富屬島嶼 最後一個是台灣島 在這個演講裡面 除非我有特別提 要不然基本上 台灣呢 是指台灣島跟富屬島嶼 還有澎湖群島 這樣子 那不包含金門、馬祖、東沙群島、太平島 為什麼不包括 其實等一下後面也會提到 不過在這裡 我想我們就直接講台灣的過去 台灣國際法過去 其實我們知道台灣過去幾百年 或者更早以前的許多歷史 跟現在國際法上面 比較有確切關聯的 主要就是從大清帝國開始 我們在這裡其實就一句話 大清帝國皇帝 大清是憲宗皇帝 這一個就是雍正 雍正皇帝 我記得雍正皇帝好像是柯文哲 最喜歡的樣子 他常常看雍正王朝 他都看那個東西來學習 怎麼樣做政治鬥爭 我們看 大清是憲宗皇帝 他在這裡講說 台灣地方自古位屬中國 皇考勝略省威拓入版讀 所以就是大清帝國的皇帝 自己親口講出來的 台灣這個地方 以前都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皇考勝略 就是他爸爸 就是康熙皇帝 換句話說 大清帝國自己本身的認定是說 台灣這個地方 是一直從康熙皇帝那個時候 才開始被納入大清的頂土範圍 好 那 當然這個大清帝國會把那個 台灣納入那個範圍 當然是因為他那時候要去追擊那個 正式王王朝 就是後來所謂的東陵王國 然後把他打敗之後 大清帝國裡面他們也在炒 就是說台灣到底不要包進來啊 那時候炒了半天 所以後來到最後就是 那個師郎就是上奏嘛 然後說服了康熙皇帝 所以把台灣納入大清的版圖 但是呢 對大清來講 台灣就是一個邊垂的島嶼 所以其實他並沒有 花多少時間去經營台灣 所以這個大清雖然 這個號稱把台灣放在他頂土裡面 兩百多年的時間 但是大多數時間 其實對他都沒有什麼經營 那在1867年的時候 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美國羅發號事件 如果比較年輕的聽者 就是來賓 你們可能已經知道這個東西 就是美國羅發號事件 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可能沒有機會看到這個東西 因為就是 這一個其實是後來的台灣時代 開始有在談 這東西美國羅發號事件 當然就是說 這個是美國的一個商傳 他在屏東的七星岩這邊觸礁 結果他的遇難的船員呢 就誤傳了那個台灣族的領地 結果後來就被除草 那活著的人 跑去跟大清帝國那邊去告狀 他說 我們這邊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那你們幫忙處理一下 結果大清帝國皇帝 大清這邊呢 他的反應說 因為這屬於深藩地帶 非版圖之內 所以無法管理 所以他怎麼管 什麼意思 就是大清帝國的政府 他們的態度是 如果今天是深藩所管理的地方 深藩生活的地方的話 那個不是大清的領土 所以他不管 他不管 那美國就想 好啊那既然不是你的領土的話 那我就要 為我自己的人民伸張正義囉 所以那一年美國就派了 他們的海軍陸戰隊 到台灣來了 結果輸了 輸了 現在 在講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大家都覺得好厲害 但是他們 輸給了台灣的原住民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台灣的原住民 真的非常飄悍 即使是美國的海軍陸戰隊也是一樣 過了三個月之後呢 美國領事李仙德 在郎橋這裡 跟排灣族18社總頭目桌七堵 他就直接交涉 然後在這裡欠一個南夾之盟 正式結束了羅發號的事件 那南夾之盟裡面主要的內容就是說 以後如果說有商船什麼 在那邊再擱淺 那 那個船員如果說拿著那個 紅色的旗子的話 那就麻煩你 這就是 不要殺 幫幫把他們送到那個 回國 協助他們回國這樣子 那南夾之盟這個 我們看起來 他到底 感覺上好像是一個國際之間的條約 因為他是什麼梁家之盟 盟約什麼之類的 但是這個是不是代表說 這個 排灣族18社這一個 在美國的眼裡是一個國家呢 是不是 在國際法上面呢 我認為 他這是跟一個國家在簽條約 我認為他是跟一個國家簽條約 他是跟一個政權是簽一個協議沒有錯 但是他並沒有把它當成一個國家來運作 來運用 當然這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說 那個時候排灣族18社 他自己本身的運作模式 並不像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樣子 也就是說並不符合當時的國際法 對於國家 民族國家的 形式上的要求 所以 美國那個時候跟他簽 其實就是跟一個 能夠控制當地的一個 算是副領導人 跟他簽了一個約定 這樣子 所以 雖然說這個地方是有這樣一個協約 但是 但是並不是在國際法上面的條約 好 就是不是國際之間的條約 那1869年2月的時候 美國領事李仙德跟卓奇魯在 中國海關稅務是滿山德的見證下簽訂備忘錄 那這就是說之前大家談的這東西 後面這繼續延續下去 那這個的關係是什麼 其實我請大家注意就是說 滿山德他只是見證而已 他只是見證而已 他是第三人 他是第三方 所以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就是說 這個排灣族這十八社他們所佔的地方 並不是中國的領土 所以呢 這個中國海關的稅務司 他才只是擔任見證人的角色 要不然他就直接跟美國簽就好了 直接他們就跟美國簽就好了 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去見證 那1874年發生牡丹蛇事件 這個 即使是我這個世代的 我也有看過 但是 那時候講的沒有那麼清楚 那當然在這裡面 可能他就講說187年 琉球國 他的船 一樣就發生擱淺 然後呢 結果 然後呢 結果那個船員呢 一樣被被殺 那 剩下 可能就逃回去 那在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是 大日本帝國跟大清帝國 他們都在爭奪 就是那個琉球王國的 宗祖國的 那時候 那時候琉球王國他的做法是 兩邊 我兩邊都承認 兩邊都是宗祖國 兩邊我都朝共 所以等於是有兩個宗祖國的意思 那日本呢 他就撐這機會 他就問嘛 他就問那個大清帝國說 你為什麼不去管這個台藩 台灣這邊的那個藩人 大清說 就是自知話外的生藩 那日本呢就說 生藩害人 貴國自知不理 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 因與貴國蒙好特性來奉告 大清說 那生藩 戲我話外之名 問罪與否 聽憑貴國辦理 剛才前面那個部分是 大清帝國講說 這個生藩所在的地方呢 不是他的版圖 對不對 所以他不承認 這個生藩所在的地方是 大清帝國之的領土 接下來他連人都不承認 這個不是我的人 連我的國也不是我的國命 所以我管不著 所以呢 日本呢他就向五祖番介出兵 然後呢去討伐這個 大清的那個 不承認是大國命的人 所以他管不著 五月進攻 七月牡丹社就輸了 然後呢 日軍呢就移住龜山牆去駐紮 不過這一次原住民就沒有這麼的順利 這一次就輸給日本 那日本呢他就在龜山這邊長期駐紮 其實對大清帝國來講 其實有點尷尬 就是說 那個雖然說 這些生藩不是我的國民 然後呢他們所在的地方呢 也不是我國的領土 但是 你把軍隊駐紮在這裡 總是覺得怪怪的 所以後來這個大清他就找英國幫忙 所以在英國的介入之下 就簽了北京專約 然後呢就是兩國呢 就針對這牡丹社事件 就是做成了一個協議 然後就是一些相關的一些討論的 都是就到此為止 然後呢要求大清帝國呢 他要好好地管該處的聖番 管該處的聖番 就是說你還是要管一下那邊的人 這個在解釋上來講可以說 那時候大清透過跟英國的介入 他是企圖要主張說 那地方的領土其實還是他的啦 但是如果說你要主張那個領土是他的 那上面的人的話 那當然要好好管一管 不要進行實質控制 然後結果後來大清也想說 你這個前面有羅發奧事件 然後後面有牡丹社事件 怎麼大家都對台灣很有興趣的樣子 可能有點重要 所以後來大清帝國就把台灣就建省了 然後還開始正式分支半空 但是也沒有多久啦 做了過不到十年 這個 就 台灣就不是大清的了 然後呢 這個 1884年 1884年加武戰爭 然後這個時候呢 2月22日 2月22日 這個澎湖之役之後呢 日本佔領澎湖 日本佔領澎湖 那這一點呢 在國際法中是有意義的 就是說在 八十九世紀那個時候的國際法是這樣子 如果說兩國交戰的時候 兩國交戰的時候呢 在戰爭期間 這個戰勝國他所佔領戰敗國的領土呢 在戰爭結束的時候 他們會簽一個條約 通常被佔領的部分會被要求割讓 所以日本呢 他那個時候呢 就依照當時的國際法的規範 所以呢 在打甲午戰爭的時候 其實明明就是日本跟大清在打 然後為了韓國 為了朝鮮在打 但是呢 他偏偏出兵去 去佔了澎湖 他的目的就是在於說 他當他戰爭結束 他打贏了之後呢 他要大清呢 把澎湖割讓給他 這是在國際法 他利用國際法上面的一個規範 在當時戰爭的一個規範 做這樣的事情 日本其實與國力跟大清比起來 日清是比較 日本是比較弱的 但是人家也是利用國際法規則 好 那在這裡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1772年的時候 大清帝國他在所控制的範圍 他其實就是當初從政治王朝 東寧王國那邊所拿到的這個部分 是這樣子 然後呢 在1884年的時候 號稱就是這樣子一圈 但是中間呢是白色的 中間是白色的 中間是白色的 意思是什麼呢 大清帝國對中間沒有控制 他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我們可以說 對大清帝國來講 他在台灣島上擁有主權的部分呢 是不包括中間這塊白色 不包括中間這塊白色 可是他在割讓的時候 他是把整個島割出去的 那當然在這裡他有一個悲難聽 藏藏這一條 綠色這一條 我是個人是認為這個是吹牛 就是說他實際上他並沒有控制 對這一塊並沒有真正實質控制 他只有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的一個點可能有人 就是像今天的屏東市的部分 可能有人 但是其他的部分他並沒有實質控制 1894年甲武戰爭結束之後 日本佔領澎湖3月23 然後呢 1895年馬關條約生效 大日本帝國取得大清帝國治下 大廳帝國治下 的台風地區的法律主權 我意思就是說 剛才那個大清帝國那個圖上面白色的部分 日本並沒有因為 這個下關條約生效之後拿到他的主權 他只有拿到一個土色的部分 那在這裡 1895年5月25號 不是真心要獨立的台灣民主國成立 那我在這裡講 為什麼要特別提這一點 因為我知道說 現在有人就是 覺得說台灣民主國 好像是台灣獨立的什麼先生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還有人 甚至於有人主張就是要回復國 就是回復大清 這個是台灣民主國 但是必須要告訴大家 他講就是說 台灣民主國本身 他其實並沒有真正的要獨立的意思 台灣民主國的年號叫永清 年號叫永清 就是永遠歸順大清的意思 然後台灣民主國 被本身所成立當初的理由 他的目的 其實他是要拖時間 他拖時間拖說 是不是有其他的國家會介入 然後呢 讓日本的把台灣跟澎湖 歸還給大清帝國 為什麼 因為在這之前有個前例 我們在這個馬關條約裡面 割讓出去的 除了台灣跟澎湖之外 其實還有遼東半島 但是後來因為 有三國干涉環僚 德國這些國家 干涉環僚之後呢 日本跟大清後來簽了一個遼南條約 然後就把要求大清帝國 花錢把遼東半島賣回去 所以呢 其實台灣民主國 建立台灣民主國那一群人 他們的想法是 我今天趕快先弄一個 這樣一個東西來拖時間 看看其他的國家 會不會也來介入一下 像那個之前干涉環僚一樣 也介入 然後呢 讓日本的把台灣 就是 賣回去給大清 但是當然沒成功 因為在那個時候 其實大多數的國家 根本不想躺這個渾水 然後 所以 而且他們也知道 台灣民主國這些人 在搭什麼主義 所以台灣民主國 並沒有得到任何國家承認 沒有任何國家承認 他是一個 他獨立的 沒有任何國家承認 他成功了 那另外一點也要讓大家知道 台灣民主國 他本身 主導的人 基本上就是 大清帝國治下的人 所以台灣民主國如果說 要主張領土的話 絕對不會超過大清帝國所主張的範圍 所能夠合法主張的範圍 所以如果說台灣民主國 假設真的復國了 這個國家的領土呢 也不包含中央山脈移動 所以他就會是一條香蕉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說 現在還有人在主張要復國的時候 可能不太清楚 台灣民主國到底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 在當時的國際法的角度來講 台灣民主國是在大日本帝國 堵全領土上面的台灣人叛變 所以後來發生所謂的以衛戰爭 以衛戰爭 對日本來講 其實是一個軍事鎮壓 軍事鎮壓叛變 就是一個叛變沒成功的軍事鎮壓 這是國際法 這是國際法的看法 所以當然在提復國的時候 如果你們之後有機會 看到有人在提台灣民主國復國的時候 可能要問一下對方 你覺得台灣民主國的領土範圍有多大 然後1911年開始 大日本帝國開始用武力併吞原住民所在領土 剛才前面有講 大清帝國所控制的範圍 並不是整個台灣島 那在伊斯世界大戰以前 伊斯世界大戰以前的國際法上面 基本上你是可以用武力征法的方式 用征服 武力征服的方式來擴大領土範圍 所以日本呢 它就是運用武力的方式去併吞原住民所在地的領土的主權 在那時候有提出所謂的五年禮凡計畫 那這五年禮凡計畫呢 大概1915年1月15號的時候呢 算是完成了 同一個月它宣布結束 在那時候所謂的台灣全島一統格局出城 所以呢 在座的全島主權歸日 這一點呢其實蠻重要的 在國際法面其實蠻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也從這一天開始 台灣島整個島的主權才真正歸屬於單一的國家 而大日本帝國呢是 有史以來第一個取得台灣島全島主權的國家 那這一點為什麼重要 因為如果說之後就是換那個 比如說像中華民國它主張就是什麼 馬關條約要廢除啊什麼之類 然後什麼主權就回復到中華民國啊 你就會出現到這個 發現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好啊 那如果這樣來講的話 那你是不是還是一樣 只能夠回歸大清那個首首主張的範圍 那我剛才講說我認為說大清帝國 說的那個東邊 我認為說它是有點在吹牛 原因是1895年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的控制範圍只有到這裡而已 結果到這裡 這一塊你就說從中央山脈一路這樣下來 北上面是雪山山脈一路這樣下來 然後整個一路往東 日本在1895年沒有辦法控制 取得不良 但是其他地方它都有辦法控制得住 所以你有發現是什麼 這一些基本上 這一些地方都是大清帝國 在那個時候它就是 本身有設什麼治理機構 然後很多的漢人的地方 這一些基本上就是所謂的這個 原住民所在的地方 所以其實就現實上來講 這一些部分對大清帝國來講 根本不是它所控制的範圍 不是它的版圖 所以我認為 就是說前面那個 剛才前面那個圖 這個部分所謂的悲難聽 這個部分 它可能頂多就是 今天的台東市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大清帝國的官員 在那裡控制而已 其他部分它都沒有辦法實質控制 然後呢在1920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整個台灣島 整個台灣島 都已經被日本都已經畫出來了 它的那個行政區畫 已經確實有在設置機構在管 看這裡很多 很多支廳啊 什麼花蓮啊 鳳林啊 玉璃啊 什麼這些 你知道它設這麼樣的機構 這麼多的機構 你就知道說 這個是它是真正有有效在實施治理的 那這是1915年以後的事情 所以我們知道在1915年的時候 日本已經控制台灣全島 所以在這時候 它整個行政區畫都出來了 好 那日本取得整個台灣的這個主權之後 接下來時間繼續過下去 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 那在這時候 1943年 我們大概就出來出現了 所謂的開羅公報 裡面的報表達 台孔戰後要歸還中華民國的意象 意象 在這裡我要跟大家提 特別重點 強調一點意象 這兩個字 什麼是意象 這樣子想 他們這樣子想 就是美英中這三個國家 他們這樣子想 他們覺得說台灣戰後 應該要歸還給中華民國 然後這三個國家呢 透過這個大眾媒體的方式 向全世界宣布說 他們覺得應該要怎麼處理 所以這是意象的部分 這是所謂的意象書 MOU之類的 最近 MOU滿熱門的 到底MOU是什麼東西 MOU跟真正的契約是兩回事 對啊 這很有趣 1945年7月26號的時候 中英美蘇這四個國家 弄了一個潑磁產宣言 重申說開羅宣言必將實施的意象 又來一次 又一個MOU 又一個MOU 1945年8月15號 大日本帝國 異音放送 宣布無條件 向盟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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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知道有些人 在主張說什麼 日本是被美國打敗 所以美國是日本征服者 我說會做這樣主張的人 基本上就是 研究不夠透徹 對歷史了解不夠 他只以為說好像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好像只有美國在打日本 沒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他的戰場 不是只有在太平洋而已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場 除了太平洋上面一些島嶼之外 當然包含中國本土 對不對 還有就是 像今天的越南 然後遼國 然後他一路往西 一路往西打打打打 打到馬來西亞這一邊 然後往南部分的話 他當然就是像什麼菲律賓 然後像印尼 今天的印尼 很多地方的那些 在當時都是日本他的佔領地 所以在那個時候 有跟日本宣戰的國家 有些所謂的盟軍成員 數量 差不多是50個 那實際上真正有跟日本 出兵跟日本去交戰的國家的話 除了美國 蘇聯 中華民國 然後英國 然後那時候還有像 當時是大英國協的那個自治領的那個 印度 然後澳大利亞 然後紐西蘭 然後還有像荷蘭 這些國家他們都有派兵出來 跟日本在對戰 所以其實日本 打敗日本的就是盟軍 就是盟軍 不是只有美國而已 所以如果有人在那裡主張說 什麼日本被美國打敗 所以美國是日本征服者 這個是歷史沒有讀通 然後呢 1945年9月2號 大日本帝國簽署 一個停戰協定性質的降服文書 正式終止戰鬥 我在這裡講 這是停戰協定 你就是戰爭停下來 不要再開火了 這就是停戰協定的效果 這就是停戰協定的效果 但是我想就是 大家過去在看中華民國 的課本的時候 可能裡面就在講什麼 開羅線的波子展線 然後日本降服文書 然後就是台灣的主權就歸還 就歸屬於中華民國 可能過去大家都看到 課本上都要這樣寫 但是現實上不是 現實上這個 前面這兩次是異象書 這一個呢 相符文書 只是停戰協定而已 就是說 這個簽下來就是我們 雙方就不要再開火了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在同一天 盟軍總部的司令 這個麥克阿瑟 他呢 發佈命令就是說 他有個一般命 指令第一號 要求大日本帝國發佈 他所發叫一般命令第一號 一般命令第一號 它是盟軍 就是分區受降占領的一個命令 在裡面呢 他講說 要求中華民國政權的代表 蔣介石呢 依照命令中的安排 在中國 不包含滿洲 中華民國課本裡面 有時候講說是滿洲國 更早已經有人寫 為滿洲國 不含滿洲 然後呢 台灣澎湖 然後呢 北緯十六度以北 法蜀印度之那 去接受日軍的投降 就接受日軍投降 所以呢 中華民國政權 有著蔣介石 他到這些地方的工作 是接受投降 那接受投降之後呢 不是只有接受投降而已 接下來 會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要進行佔領 為什麼投降之後 要進行佔領 因為呢 其實 投降之後 並不是表示事情就結束了 在國際法上面一個戰爭要正式結束 交戰雙方呢 他們會簽訂一個和平條約 這和平條約裡面會寫清楚 就是這個戰爭到底要 最後要怎麼樣去處理 那在從投降到簽署條約這一段期間 你必須要維持相關地區的一個安定 一個穩定 像剛才會講說 先的停戰協定之後 基本上說雙方不要再開火了 但是 如果說你今天這個戰勝方 他沒有辦法去控制這個戰敗方的領土的話 那戰敗方在他的領土裡面 如果說還是有人想要再出來繼續支持 就是繼續要再開火 再反抗的話 那這戰爭是不會結束的 所以在國際法上通常是 當戰一方投降之後呢 戰勝的一方呢 他會對戰敗的一方進行佔領 所以 當中華民國政權代表蔣介石 他依照這個的要求 到台灣這邊接受日軍投降之後 投降完了 投降典禮結束之後呢 就開始進行軍事佔領 日本本土也是一樣 剛才在這邊講 1945年9月2號 這邊簽署了停戰協定 降服文書 從這一天開始 日本本土 就進入了這個盟軍的佔領的狀態 那盟軍在那個地方就成立了所謂的盟軍總部 對日本本土呢 進行軍事佔領 那日本其他部分的領土 還有他在二戰的時候 其他的佔領地呢 就由依照這個一般命令地號裡面的安排 有不同的國家 去那個地方接受日軍的投降 然後呢 同時開始進行軍事佔領 那1945年10月25號 這個蔣介石的代表陳怡 他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盟軍奏祥典禮 那大家的印象 大家的印象都是 1945年10月25號 應該都是所謂的台灣光復吧 有什麼台灣光復節 對不對 然後還有什麼歌 張燈節才喜洋洋的 實際上 在當天發生的事情 在當天發生的事情是 蔣介石的代表 依據盟軍的授權到台灣這邊來 接受日軍的投降 然後呢 為盟軍開始進行軍事佔領 但是呢 因為 其實也是因為開羅宣言的關係啦 所以呢 這個中華民國政權這邊 他有點想說先上車後補票 他想說反正台灣跟澎湖遲到就是他的 所以乾脆就先上車囉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他就直接 他沒有明白告訴 也沒有老實告訴大家 其實他在那個時候 他的法律地位只是盟軍的代表 來接受投降跟進行佔領 他直接把這個稱為光復 然後告訴台灣人說 從這一刻起 台灣跟澎湖就回歸祖國了 台灣跟澎湖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在這個時候呢 盟軍佔領機構 在那時候他成立一個所謂的盟軍佔領機構 就是所謂的行政長官公署 但是因為要配合前面的台灣光復嘛 所以呢 他的名稱就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那個時候就所謂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然後1946年1月12號的時候 中華民國發布訓令 然後恢復台灣人的那個國籍 中華民國國籍 恢復 那英美肯國就表示抗議嘛 表示說你台澎的主權 領土主權它是屬於日本 你不可以隨便賦予 這個佔領地的人民國籍 但是在國籍法上面是有這樣的規範 因為佔領歸佔領 這個佔領本身 佔領這個行為本身 並不會讓這個領土的主權產生移轉 所以雖然中華民國政權它是 在那個時候是在佔領台灣跟澎湖 但是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並沒有因此而移轉給中華民國 不過想告訴大家就是 雖然在這裡英美等國表示抗議 但現在就僅僅於此 僅止於此 就是說他們後來沒有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原因在哪裡 就是因為開了宣言的關係 因為其實這些國家 我們看在1946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知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9年才出現的嘛 所以在這時候 中華民國它就是代表中國嘛 所以對這些國家來講 反正你雖然做這個違反國際法的事情 但是依照之前大家所講好 表現出來的那個異象 反正台灣跟澎湖遲到都是你中國的 所以好啦那就 爭一隻眼比一隻眼 所以結果就爭一隻眼比一隻眼 雖然說國際法上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其他國家就爭一隻眼比一隻眼 結果後來1947年2228開始 就是2228開始大屠殺 之後一路上就清香水盡了 那在這裡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因為中華民國政權在1945年10月25號以後 他只是代表盟軍在佔領台灣的 他並沒有拿到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台灣跟澎湖的居民呢 其實也沒有拿到所謂的中華民國國籍啦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這個大屠殺呢 其實是佔領軍在屠殺佔領地的人民 是中國人在殺日本人 中國人在殺日本人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在看待2228的時候 把它說這是什麼官民衝突啦 就是什麼人民對政府的統治不服氣啊 我說這個其實就已經落入了一個陷阱 就是落入了就是說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已經屬於中華民國了 所以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人就是國家政府 所以就是人民反抗什麼之類的 沒有啦 其實在國際法上來講 就是個佔領軍在屠殺佔領地 佔領國的人民 被佔領國的人民 而這是國際之間的衝突 並不是國家內部的衝突 然後1947年4月22號呢 中華民國行政院撤銷行政長官公署 改組台灣省政府 這一個改組台灣省政府 這個呢其實是台灣人要求的嘛 我想大家都知道 228發生之後 各地就成立了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嘛 他們其中有提出一個訴求 他認為說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就像一個新的台灣總督一樣 所以他們認為說應該要 反正我們都已經回歸祖國啦 然後希望能夠擺脫過去那種殖民的生活啊 所以希望這個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祖國呢 能夠用正常的方式 正常治理其他行政地區的方式 來治理台灣跟澎湖 所以台灣人要求 就是把它改成台灣省政府 這個就是 在沒有正確認知的情況之下 提出來的錯誤的要求 那當然中華民國政府就很高興啊 台灣人你自己都自認為 就是你已經是中華民國國民了 台灣跟澎湖的主權已經是中華民國 那我就合你的意囉 所以 行政院就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撤銷 改制變成台灣省政府 這是 台灣人在錯誤認知之下 所採取的錯誤行動造成的結果 194年5月17號開始 台灣省政府正式運作 一路上降下來 194月1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建政 我在這裡講建政不講建國 不講建國 因為在當時所發生的 只是出現了另外一個中國政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他們並沒有要從中國獨立出來的意思 他們是要成立一個新的政府 然後來取代 他們也都是所謂的國民黨政府 有所謂的國民政府 所以中國的一中兩政權的格局就形成 代表政府之爭從這時候開始 所以意思就是說 從這一天開始 中國這個國家裡面有兩個政權 中華民國政權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這兩個政權在爭奪中國的代表政府的地位 1971年10月25號 在聯合國那邊所發生的事情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贏了 他在聯合國裡面 成為了中國這個國家的代表政府 然後中華民國政權輸了 他不能夠在聯合國裡面 代表中國這個國家 然後過去一路上所說的什麼斷交啊 很多講什麼台帕斷交啊 其實這都不是啦 其實都不是所謂的斷交啦 並不是國家跟國家之間 終止之間的邦交關係 那只是那一些國家 改變他所承認的 中國代表政府而已 換句話說 其實沒有 就是說像中華民國他會講說 就是1979年的時候 什麼中美斷交啦 以前講中美斷交 現在報紙都會報台美斷交啦 現在都會報台美斷交啦 而說其實根本沒有斷交啦 因為美國跟中國一直都有邦交 一直都有邦交 他只是跟不同的政權往來而已 就在1979年1月1號以前 他都是跟中華民國政權往來 1月1號以後就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往來 所以那個都是沒有斷交 只是改變他所承認的代表政府而已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一樣 1949年10月8號 中華民國政權行政院通過行政院會議 把中央政府簽到盟軍代管佔領地台澎 成為流亡政權 流亡 什麼叫流亡 他離開自己的主權 領土主權 離開自己的主權地 離開自己的領土 他就成為流亡政權 在這裡我特別提到 中華民國行政院通過行政院會議 為什麼 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好像一個國家 好像搬來搬去 這好像是按照誰來判斷 是依照總統嗎 有人以為好像 那個總統搬到哪裡去 國家就搬到哪裡去 沒有 中華民國的憲法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中華民國憲法 本身的規定是最高行政機關是行政院 中華民國最高行政機關是行政院 最高行政首長是行政院長 不是總統 不是總統 所以其實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 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 是行政院長 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對外的代表是總統 沒錯 但是中華民國政府本身 它最高的行政長官呢 是行政院長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行政院通過的行政會議 這個決議 然後把中央政府簽到台澎 就是依照中華民國自己本身的法令 本身的憲政的體制 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 就合法的遷移到台灣來了 變成以流亡政權的形式遷移到台灣這邊來了 我知道說有些人在這裡會計較說 那個時候什麼中國的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 不是蔣介石啊 是李宗仁啊 然後李宗仁在美國啊 我說那個不重要 就是說中華民國政府 他有沒有流亡 合法流亡到其他地方去 跟在那個時候誰當總統沒有關係 因為現實上是李宗仁 他也從來沒有去否認 他從來沒有否認 就是流亡到台灣這邊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當性 李宗仁他有計較 他有去argue的是 那個蔣介石複行逝世這件事情 蔣介石他後來就是在1950年3月之後 叫他復刑逝世 那時候李宗仁跟他講說 依照憲政體制沒有這種復刑逝世這回事 所以他們是在計較總統的職權的部分 但是中華民國政府是在當時是合法 他們本國啦 中華民國政權自己本國 內部的規範是合法的 遷移到其他的地方去 所以那個總統 在當時總統是誰 不影響這個的效果 1950年6月25號的時候 美國總統杜武門發佈 台灣海峽中立化宣言 這時候台灣6月未定的立場出來 這時候是政治表態 只是政治表態 但大家要知道 1950年6月25號的時候 台灣跟澎湖的主權還屬於日本 台灣跟澎湖的主權還屬於日本 那美國總統杜武門在最後發表這個東西 他的立場是說 台灣跟澎湖的到底最後會要歸屬於誰 之後再說 可能等韓戰結束之後 或者說 再跟日本簽署的和平條約裡面再來決定 1951年9月8號的時候 日本跟48同盟國簽署舊金山合約 這個舊金山合約在我這個年紀的歷史課程裡面是沒有的 比較年輕一輩的 就是說大概在成日本執政之後 開始念書的 應該有機會在歷史課裡面看到舊金山合約 在裡面他的第二條B下面提到 日本放棄對台灣的權利、權利、米根請求 這是徹底放棄台澎主權 剛才前面那個杜魯門他所講的那一個 那一個只是政治表態 這一個合約是國際法上的根據 法律上的根據出現 那第二條F下面講說 日本放棄南沙跟西沙群島的權利 也是一樣放棄主權的意思 1951年10月19號 一人天皇依照內閣完成這一張合約的認證 我特別提這一點出來的原因是 我知道現在除了台灣民政府之外 還有其他的一些團體在主張說 台灣跟澎湖主權現在還屬於大日本帝國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這個問題是大日本帝國現在何在 他們如果要主張這樣 可能是要先讓大日本帝國復活 另外一點就是說 他們主張說台灣跟澎湖主權 還是屬於日本的原因 是因為他說 這個舊金山合約是日本政府去簽的 然後不是日本天皇去簽的 所以不算輸 那我今天提這個東西出來是 因為我告訴大家是 日本天皇他已經認證了 他認證了這件事情 所以日本天皇沒有辦法說 沒這回事 那認證是怎麼認證呢 你知道大家知道那個玉璽 皇帝的玉璽 所以這個認證呢 就是這個天皇呢 就拿著他的那個大科的玉璽 就這樣蓋下去 就完成認證了 完成認證之後呢 所以意思就是說 對日本天皇來講 他接受舊金山合約裡面的安排 接受舊金山合約裡面的安排 也就是日本放棄台灣澎湖主權 那因為放棄的時候沒有講到給誰啦 所以就是台灣地位為定 從這裡就出來了 另外 1902年4月19號 日本法務府民事局長 發布的民事賈三號 438號通達 裡面講呢 台澎住民自舊金山合約生效日起 喪之日本國籍 特別提這個就是 因為一樣到現在還是有一些 團體主張 現在台灣跟澎湖的住民 有日本國籍 那我要告訴大家就是 日本政府已經告訴你 就經他合約生效之後 喪清日本國籍 1902年4月28號就經他合約生效 所以呢 台灣跟澎湖不再是日本領土 主權屬於未定狀態 台澎湖的住民 也不再具有日本國籍 是無國籍的人 無國籍的人 另外一個一點很有趣的就是 1902年4月28號的時候 日本跟中華民國簽了中日合約 裡面提到 第二條說 雙方承認日本已經依照軍軍山合約 放棄台灣澎湖南沙群島 西沙群島主權 然後呢 第四條說廢止 1941年12月9號以前 中日兩國之間的條約 第十條把台澎住民 跟他的後代呢 視為中華民國國民 那在這裡呢 有一點要跟大家講的就是呢 第一個 雙方承認日本已經在 舊金山合約放棄這個東西 這代表什麼 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他接受 舊金山合約裡面 日本放棄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然後沒有指定移轉對象這個安排 所以雙方都承認了嗎 都承認這件事情了 那為什麼中華民國承認這一點很重要呢 因為我們知道 開頭的宣言 是美國、英國跟中國 這三個國家所弄出來的對不對 舊金山合約 簽署舊金山合約的國家裡面 英國跟美國都有簽 英國跟美國都有簽 但是中華民國沒有簽 中國沒有簽 因為剛才前面那一個代表政府之爭 不知道誰才能夠代表中國 所以 舊金山合約 中國不管是中華民國政權也好 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也好 他們都沒有去簽舊金山合約 但是美國跟英國有簽 他們的安排就是 日本放棄台灣澎湖主權 沒有指定歸屬對象 中華民國在中日合約裡面 他承認了這件事情 表示說 日本放棄台灣澎湖主權 沒有指定歸屬對象 這件事情 開羅宣言的三個當事國 美國、英國跟中國 這三個國家都接受了 他們都接受了新的安排 接受了舊金山合約裡面的安排 所以從這一刻開始 從中日合約生效那一刻開始 開羅宣言裡面 關於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在日本投降後 要移裝給中華民國 這件事情 就等於是不存在了 因為已經有新的約定了 新的約定就是日本放棄主權 然後不歸屬 沒有指定歸屬對象 這就是開羅宣言的三個國家 他們都承認這件事情 在這裡面有提到 他要廢止1941年12月9號以前 中日所有條約 我們知道馬關條約 當然是在這之前的條約 所以應該也廢除了 也廢止了 會不會使他回歸呢 我們在這裡看 就是日本條約局局長 他是直接講 不會啦 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回歸中華民國 因為像台灣割讓這樣的條約 就是完成割讓台灣一事之後 就達成目的 事後只具有形式上的效力 因為是已經執行完畢的條約 就算事後廢棄 也只是形式上的廢棄 已經執行完畢的事項 無法因此而回到未執行前的狀態 這意思就是說 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已經依據馬關條約 移轉給日本了 移轉過去之後呢 馬關條約就算後來事後廢止了 也不會讓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從日本那邊再移回中華民國 為什麼 這個部分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就舉個例子 其實在過去 國家跟國家之間 為了領土發生戰爭 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戰爭完之後就開始簽合約 然後割讓領土了 那我們就想一個例子就好 假設今天有三個國家 A國 B國 C國 A國跟B國呢 打了一場仗 A國輸了 然後A國呢把一塊地 假設假地 把假地呢 割讓給B國 然後呢 後來呢 B國跟C國呢 發生戰爭 那B國呢 他輸了 所以B國呢 把假地呢 又割讓給C國 那假設 後來呢 A國跟B國呢 又打了一場仗 結果呢 A國贏了 然後約定說 之前 雙方之前所 簽的條約呢 全部都 廢止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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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這個廢止呢 可以讓 已經移轉的 過去的東西 會移轉回去的話 那現在就有個問題 現在那個假地呢 在C國的手裡 對不對 在C國的手裡 如果 A國跟B國之間 過去所簽的條約 廢止之後 領土的主權 會移轉回去的話 那 那 A國要怎麼樣 把假地拿回來 假地現在在C國手上 難道要再打一場嗎 不會吧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在 因為法律上的 安定性的要求 所以呢 關於像領土割讓 這樣的東西 割了就是割了 出去就是出去 如果你要再轉回來 你要再簽另外一個條約 不會說因為你之前 那個條約廢止之後 然後 所有權就移回去了 所以這是國際法上面的規則 那 其實 這一個馬關條約 廢止之後 會不會讓這個東西 這個問題啊 如果大家有機會 去看一下 中國人 中國人的主張 中國人他們講說現在台灣的主權屬於中國 他們都會提出這個 他們講說什麼馬關條約已經廢止 所以台灣的主權回歸他 這就表示他們都不懂國際法 所以今天大家知道這個之後 你們就 以後有機會在網路上跟他們相遇的時候 就可以告訴他們 你這是不懂 好 1954年12月2號的時候 中華民國跟美國簽了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這個條約1955年 3月3號是 換成生肖 那裡面呢 他把台灣恐怖列為中華民國政權掌握領域 那中醫把他翻領土了 都翻領土 那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說 領域其實就是實質控制的部分 那領土呢 是有主權的含義在裡面 暗示 暗示有主權 那 英文裡面它是territory 或是territorial 是領域 但是 中文在翻譯的時候 都會故意把它翻譯成領土 那美國當然知道 就是中國人都會 都會做這種小手段 所以他們在批准這個 中美共同防疫條約直接講 這個條約不會改變台灣法理地位未定的狀態 所以 中美共同防疫條約裡面 雖然中文版裡面講 就是說領土啊 就是台灣恐怖 但是美國簽約的對方 直接講說不會改變那個影響 1971年12月15號聯合國大會決議 2758號 使中華民國政權喪失 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 有人都在主張說 這個2758號決議 讓中國取得台灣跟澎湖的主權嗎 沒有 這個決議完全沒有提到台澎主權歸屬 被趕出聯合國是中華民國政權 也不是台灣 也不是台灣 我知道現在很多的報紙 什麼之類的 在報導這個東西 它都會講說 1971年台灣推出聯合國 我說大家看到這個都要提高警覺 1971年 退出 其實是被趕出去 被趕出聯合國的 不是台灣 是中華民國政權 台灣從來沒有加入過聯合國 加入聯合國是中國 那時候 中華民國政權是以中國代表的身份 代表中國加入聯合國 1972年9月29號 日本轉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是中國政府 偏偏廢止中日條約 這時候台澎住民 就不再被視為中華民國國民 而是台灣自己當著自下居民 所以為什麼講說不再被視為 不再被視為 剛才前面也有提到 就是中日合約裡面第十條 台澎的住民是被視為中華民國國民 大家知道視為是什麼意思嗎 視為就是 你不是 但是我把你當作是 就是我把你當成是 就是我把你當人 我把你當人看 意思就是說其實你不是人啊 但是我把你當人看 所以 中日合約裡面 將台澎住民跟他的後代 視為中華民國國民 意思就是說 其實台澎住民跟他的後代 不是中華民國國民 但是我把你當成是中華民國國民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跟澎湖 是中華民國政權在管的地方 所以 所以 現實上的考量 現實上的考量 把你當成是中華民國國民 但是法律上 你不是中華民國國民 好 然後1971年1月1號 美國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中國政府 同年4月10號 簽署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是這樣 它是維持美國跟台澎居民的非官方關係 然後呢 第15條裡面有認定說 原本他所承認的中華民國呢 是台灣治理當局 而且這個治理當局呢 可以被取代也可以更換 所以意思就是說 台灣關係法裡面的台灣治理當局呢 不是非中華民國政權不可 如果假設 今天有另外一個政權 可以有效的控制 管理台灣跟澎湖這兩個地方 那美國呢 他也會去承認 這樣一個政權呢 是台灣治理當局 剛才我們都在講台灣 台灣都只講台灣跟澎湖而已 不包含金文媽祖 為什麼 一個是 就是 基本上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過去的歷史 金門跟馬祖 在歷史上 從來沒有被割讓給其他國家或 所以金門跟馬祖 從頭到尾 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 剛才我們前面有講 中華民國政權 它本身它其實是一個中國政權 它是一個中國底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在爭奪中國代表政府的政權 它是中國政權 所以金馬呢 就是中國領土 所以它並沒有因為說 它現在 在中華民國政權的控制之下 它就變成另外一個國家領土 沒有 它還是中國領土 好 譬如說在美國的部分 1954年 它的國務卿 John Foster Dollars 他直接講說 這個台灣跟澎湖 跟始終是中國領土的離岸島嶺 始終是中國領土的離岸島嶺 金門馬祖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 所以台灣、澎湖跟金門馬祖 在國際法上面的地位是不一樣的 金門馬祖始終是中國領土 台灣、澎湖的領土主權是未定的 另外這個英國外相 Anthony Eden 他在這裡一樣有講 其實講的是一樣的意思 他講說對英國政府來講 他們過去認為 現在也認定 就是 中國的離岸島嶺 這些離岸島嶺 始終都是中國的領土 因為這個畫面沒有辦法 讓大家看到完整 所以台灣的國際法地位 過去跟現在簡單講 台灣澎湖 法理主權未定 他不屬於任何國家 但是這裡特別強調 原殖民地的住民有權決定他的歸屬 原殖民地的住民 台灣跟澎湖在日本放棄台風主權以前 是日本殖民地 所以我們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很多原本是殖民地的地方 他都紛紛獨立變成國家了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相關的戰神國他們有個共識 就是要去殖民化 所以原本是殖民地的地方 都讓他們有機會自治 甚至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台灣澎湖就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我們原本是殖民地 後來原殖民母國放棄了主權 但是沒有指定給任何人 到底是誰都不知道 但是因為原本是殖民地的關係 所以依照二次世界大戰後 去殖民化的國際共識 應該是可以自決建國的 行使自決權決定自己的未來 中國的部分 中華民國政權它在代表中國的時候 從來沒有透過這個政權 取得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剛才有提到 像中華民國政權跟美國簽的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裡面也是直接講不會受到影響 然後後面其他的一些 都沒有其他國際的條約去影響到 颱風主權 中國人民共和國政權 在這裡我要注意 因為中華民國政權 從來沒有代表中國取得颱風主權 所以它不能夠主張颱風主權 我們今天在碰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講的時候 它都在主張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它的那個主張到底法理依據是什麼 其實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張自己繼承中華民國 它主張是中華民國已經滅亡 所以它就是繼承中華民國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要想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它是繼承中華民國政權的話 那 它只能夠繼承中華民國政權 有拿到的東西 對不對 它如果中華民國 如果沒有拿到 台灣跟澎湖的主權的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要如何從中華民國那裡繼承到台東主權呢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問題的癥結點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 能夠一直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實真正問題的癥結點 不在他身上 而在中華民國 因為它主張繼承中華民國 所以如果中華民國沒有拿到台東主權 你就沒得繼承了 對不對 這就是法理 這就是法理的論述的主張 我們今天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主張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它那個也是法理主張喔 所以我們如果要打掉它的主張 就是要講 你根本就沒有合法取得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要處理的話 就是要先讓中華民國承認 它沒有拿到台東主權 那有人主張說 美國有台東主權 就是所謂的美屬 但是美國它只是盟軍成員之一 美國只是盟軍成員之一 就是剛才前面講的 美國不是日本的政府者 盟軍打敗日本 美國只是盟軍成員之一 也沒有任何國際文書 把主權單主 台澎主權移轉給美國 所以美國沒有拿到台澎主權 我知道有人在主張 台灣跟澎湖 是什麼美國的 為何並領土啊 什麼海外屬地啊 什麼這些那都不對 還有人主張說 台澎主權屬於盟軍全體成員 這也是不對的 因為盟軍在二戰結束之後 他們只是同意 安排授權部分的盟軍成員 去佔領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他們只是共同同意 譬如說由中華美國政權 來去代表盟軍去佔領台灣和澎湖 所以也沒有國際文書 把主權移轉給所謂的盟國 所以如果有人主張盟軍全體成員 這是不對的 還有人主張說台澎主權現在屬於台灣人民 聽起來很吸引人 感覺也很有力 但是要請大家了解就是說 領土主權它是國家才能夠主張的權利 它不是一般的個人 或是一群人能夠主張的權利 所以我們不能夠把這個 跟所謂的國民主權混在一起 有人主張說因為我們有什麼國民主權 所以台灣人民就是擁有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不對喔 不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主張的是什麼呢 身為台灣跟澎湖這邊的住民 我們擁有的是台灣跟澎湖的自覺權 就是我們擁有自覺權 可以決定台灣跟澎湖的未來 可以決定台灣跟澎湖的主權歸屬對象 但是這並不表示說 台灣跟澎湖的主權現在是在我們的手上 再次說一次 領土主權是國家才能夠主張的權利 它不是個人或是一群人去主張的東西 比如說像我一個人說 如果我主張 我是台灣人啊 我主張說台澎的主權屬於台灣人民 然後我跑去其他國家說 我要主張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不會有人理我 治理的部分呢 中華民國政權它在盟軍授權下 成立了佔領治理機構 也就是台灣治理當局 那在這裡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這地方的台灣治理當局跟 台灣關係法裡面那個台灣治理當局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台灣關係法裡面的台灣治理當局 它其實是一個事實上的描述 它其實是一個事實上的描述 就是現在現實上 在治理台灣跟澎湖的這個機構 這個政權 它用這個稱呼 台灣Governig Authorities 用這個稱呼去描述 這個實質在進行治理的單位 我在這裡所指的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是 依照盟軍授權所成立的佔領治理機構 也就是當初中華民國成立的 台灣省政長王公署 後來改制成為台灣省政府 但是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省政府幾乎已經要消失了 應該什麼經過動省 像現在什麼 內部人員什麼都移到國發會 然後其他業務都移到其他的機構去 它的主要的功能跟角色 基本上都被中華民國政權洗奪了 中華民國政權自己在用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點尷尬的地方 但是當大家了解這一點之後 其實就會知道說 到那個時候如果我們真的想要自覺建國的話 要請誰來做 基本法組的法理主權歸屬一直都是中國 它是中國主權領土 目前治理是中華民國政權 中華民國政權以中國政權的身份 在治理中國的主權領土 其實像東沙也是一樣 但是像太平島的部分 太平島它是南沙群島中的最大島 那南沙群島它是在日本 在舊金沙合約面還有放棄主權的部分 所以其實太平島在國際法上 它是屬於主權未定的地方 跟台灣朋友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現況是這樣 現在 但是這個跟大家現在所看到的 是不太一樣的 其實呢 中華民國政權它是能夠合法治理的 是金門馬魯 中國大陸港澳金馬 這都是屬於中國 都是中國領土的 然後中華民國政權現在在治理 也是金門馬魯這一塊 那台灣跟澎湖呢 這是原本的殖民地 那它是依照中華民國政權 依照盟軍的授權 成立了盟軍佔領機構 然後呢代表盟軍去治理這個地方 這個是台灣現在實際上真正的法理狀態 這是我研究結果啦 當然有人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 不過這是我依照目前我所看到的一些文獻 然後依照國際法規範所定出做出來的研究結果 是這個樣子 台灣已經是一個國家了 覺得是的請舉手 一路這樣停下來覺得是的 我覺得好像可能都不太有人敢舉手 好沒關係很簡單 台灣如果是一個國家的話 其實很多種理由 我在網路上看到 1949年中華民國政權簽台 我們知道1949年台灣跟澎湖還是屬於日本領土 所以你基本上 你沒有辦法在其他國家的領土上面建國 而且1970年前也在聯合國代表中國 而且之後其他的國家都還是把它當成中國 那也有人講說我主帝先戰這個 我們講說台澎不是無主地先戰適用的地方 因為國際法上面所謂的無主地 可以主張無主地先戰的地方 是上面譬如現在是無人島 無人島的地方 現在才有辦法去主張無主地先戰 如果說那塊島嶼 或是那塊地上面已經有一大群人在上面 而且有社會生活的時候 有社會有經濟有組織的生活的時候 那就沒有辦法主張無主地先戰 在這個時候呢 自覺權就會跑出來 就是這一群可以自我管理的這一群人 他們就會具有一個所謂的自覺權 所以不會是無主地先戰適用對象 另外一點就是說 中華民國他就算 你說真的是能夠拿到台澎主權 他也不曾主張建立新國家 所以他一直都是中國政權 他都沒有變成另外一個國家 那有人主張說 中華民國政權被改出聯合國之後建國 我覺得這也是很有趣 理由還是一樣 他都沒有宣布建國 中華民國之前都沒有宣布建立新的國家 而且他一直都是在代表中國 我們看1971年這個東西 美國在1979年的時候才停止承認中華民國 所以在那之前中華民國在美國眼裡就是中國政府 所以我們知道說他也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好 再來 有人在主張 就是那個 透過民主化 中華民國那個民主化 然後就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第一個就是說 一樣啦 就算你建國之後 就算是你總統直選之後 其他國家還是把它當成中國 然後 而且當選人也沒有對外宣布 有建立新國家 而且你要透過選A國的總統去建立B國 這不是很奇怪的例子 很奇怪的例子 而且另外一點我想 請問一下大家 1996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選 當選的是誰 李登輝先生嘛 李登輝先生嘛 李登輝先生 好請問李登輝先生 在那個時候是哪一個黨的 國民黨 那國民黨主張什麼 反共大陸統一中國 對不對 所以 你怎麼可能透過選一個 主張反共大陸統一中國的政黨 推出來的候選人 來建國呢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好 2000年 2004年 台灣之子阿扁 當選中華美國政權總統 建國了嗎 大家想一下 全美第一任執政的時候 剛開始要講什麼東西 四部一梅油 對不對 四部一梅油 裡面是不是有一個不獨立 我說你為什麼要講這個 如果說你今天當選之後 就已經建國的話 你更不需要講這個東西 那如果說你台灣 如果真的說你的想法是 台灣不是屬於中華美國一部分 你為什麼要主張獨立呢 所以就表示說他當選這一個 其實並沒有影響到 這個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 一樣 他都沒有主張說建立新國家 都沒有 另外一點 一個 一樣 counter-strike 這個 如果說2000年 2004年如果 陳水扁當選總統 台灣就建國了 那請問一下2008年發生什麼事情 2008年馬英九當選 對不對 那之前那個 假設說 陳水扁當選之後 可以建立台灣國的話 那2008年的時候 那個台灣國什麼 滅亡了嗎 有滅亡嗎 不可能嗎 對不對 這個 只是一個 一個政權裡面內部的政黨輪體而已 對不對 只是個政權的政黨輪體而已 不會有因此產生一個新的國家 或一個國家就這樣滅亡嗎 我說 如果說今天 用這樣的形式 選人當總統 可以建國 那 的確啊 中華民國商戶主就滅國啊 不是嗎 對不對 中華民國的 中國國民黨的支持者都在講了 這次選舉誰沒選上 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了 不是嗎 所以我說如果我們今天認為說 用這樣的主張 所以就是誰當選之後 然後就建國了 那其實 那個思維跟那一些主張說 誰沒當選 中華民國就滅亡 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都會覺得很荒謬 對不對 誰沒選上 就中華民國就滅亡 那一樣啊 誰選上 台灣就建國了 這不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另外一個方面而已 一門一門 兩個面 另外有人覺得說 陳日本執政的時候 那個是沒有完全執政嘛 我們沒有完全執政 所以不算數嘛 好 一樣 2016年才英文當選 所以完全執政 台灣建國了嗎 當然前面都一樣 再來 也沒有 歷史上也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對A國完全執政 建立B國 也沒有這種事情 另外一點 2017年巴拿馬 對不對 我就這樣 2017年剛才我有提過 2017年巴拿馬 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中華民國外交部說 兩國邦夷超過一世紀嘛 所以如果說 2016年全面執政 所以台灣就建國了 那你 你這個怎麼可能跟巴拿馬 邦夷超過一世紀 而且還從大興帝國開始起算 對不對 不合理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不管誰 選誰當中華民國政權的總統 中華民國政權的中國政權本質 是不會變的 不會變 他就是中國政權 他的歷史 都還是一路這樣延續下來 所以 我告訴大家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樣的思維是什麼 這是我開頭第一句問大家的 你選的是簡單的還是正確的 這不是很簡單嗎 對啊 因為他選上之後 然後就建國了 對不對 很簡單不是嗎 對嗎 而且我們看到現在 現在遇到這一些困境 你就發現根本 不是用那種方式去解決的 那我們看這個是中華民國現在的邦交國 好 范蒂岡 來 這個字大家都是認識 對不對 這個旗子現在一堆媒體都在講 叫台灣國旗 不是嗎 然後很多人所謂的台灣之光 會出去之後 那就很高興就弄這個旗子 然後新聞媒體就會爆 就是拿什麼台灣國旗這樣 然後大家就覺得 哦這是台灣國旗 那這個其實有一部分 它那個 資料被遮住 我告訴大家 就是說 范蒂岡跟中華民國之間的邦交 建立的時間是 1942年的時候 范蒂岡跟中華民國 也跟中國 建立邦交是1942年的時候 所以在那個時候台灣是哪裡的 台灣是日本的 所以請問這個會是跟台灣的邦交嗎 好 宏都拉斯 來 這也是現在邦交嗎 中美洲的 來 這一個吧 是不是 為什麼會有China 如果這個只是 中華民國不是中國 真的是台灣 為什麼會有China 為什麼一定有這個東西 後面那個誇號代表什麼意思 中國等於台灣嗎 還是中國在台灣 中國是台灣 中國 不清楚 我們知道說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尷尬 就是充滿了遐想 到底是什麼意思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前面一定有China 所以對宏都拉斯來講 中華民國政權 永遠都跟中國扯不清 來 這是瓜地馬 一樣 China 後面台灣 另外一點大家看 1960年 11月1號 或者是1月11號 不確定 反正就是1960年 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為什麼重要 因為這個是中華民國政權 流亡到台灣之後 才建立的邦交國 他前面還是跟你學China 對不對 而且在這個時候呢 中華民國政權 才在聯合國代表中國 所以 巴瓜地馬拉跟他建立邦交的 會是台灣嗎 他會覺得自己跟台灣建交嗎 當然是跟中國建交 所以 如果還不是 到底怎麼辦 自己創 創國際法規則 告訴大家 不管是這個 1949 1952 1933 1993 2016 都沒有這個例子 國際法上面都沒有這個例子 無前例可循 白人主張證明自憲 自憲建國 廢憲建國 這個呢 也沒有這個例子 證明就是改名字 自憲就是自定性的憲法 我剛才也有舉例 改名字 司空見冠 法國自憲17次 那 從那邊有哪個國家是自憲才建國的 先建國再自憲 對不對 因為憲法不是國家一定要有的東西 對不對 但是 所以表示說國家的存在不一定需要憲法 憲法並不是必備的東西 所以你今天重新制定一個憲法 並不會影響到那個政權或是那個國家的存在 你一定要是先有國家之後才去自憲 那廢憲建國也是一樣 就是你廢除了憲法之後 政權不會因此而消失 其實我講一個簡單的道理 為什麼我講廢憲沒有辦法那個 一樣嘛 大家想想看 我剛才講說法國自憲17次的人 請問一下法國現在有幾部憲法 應該只有一部吧 應該只有一部憲法吧 它自憲17次的人 它只有一部憲法 它現在只有這一部憲法 為什麼 因為自心線的時候就會廢除舊線 所以自心線跟廢舊線是兩個動作 但是會同時發生的 所以 假設 今天你去廢除一個憲法 接下來你的動作是什麼 不是自憲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今天說 我今天主張廢憲 然後接下來又去自憲 那不是就跳舞自憲建國了嗎 不是嗎 所以現在如果說 譬如說有人在主張廢除憲法 然後建立國家 其實它只是廢憲 然後接下來後面接它是自憲建國 但是自憲 在國際法上面的話 產生自憲建國效果 在後面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台灣的實力本身 你沒有辦法創造規則 所以 你也很難去期待說 其他的國家會因為這樣 然後給台灣一個特例 所以 不管是台灣自己弄 或者是想要靠其他國家 去改變國際規則 基本上就是一樣 擠力塌力都沒有辦法成功 所以 拜託 依照國際法既有規則 國際法既有規則 國際法既有規則 其實要講很簡單 自覺權 聯合國憲章有講 公民權利 跟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有自覺權 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公約都有提到自覺權 然後呢 我剛剛有提到去殖民化 對不對 我就跟大家講 台灣原本是殖民地 台灣原本是殖民地 後來其他的國家很多 二世界大戰 剛結束的時候 世界國家不超過60個 現在已經將近200個 增加100多個國家裡面 超過一半以上 原本都是殖民地 他們都是依據這個 去殖民化這個規則 去完成建國獨立的 所以台灣就是 我們就依照這個嘛 對不對 前面有這麼多成功的案例了 而且呢 有很明確的規則 聯合國大會1514號決 裡面直接講 聯合國所有的成員 他都要去協助這些 托管領土 非自治領土 或其他尚未達成獨立的領土內 要採取行動 讓他趕快完成 讓他可以去享受完全的獨立跟自由 這個是所有聯合國的成員 都必須要協助完成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承認 承認台灣還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需要建國 而台灣原本是一個殖民地 所以我們是前殖民地 應該適用去殖民化 我們把這個主張拿出來講 我們講的 我們提出來的要求會更有利 絕對會比說 我們現在在聯合國大會 聯合國大廈前面拉戶條說 要讓台灣要入聯要更有利 聯合國大會說 你還不是一個國家 那你要怎麼進來聯合國呢 聯合國大會1511號決議面 裡面有提到 非自治領域可以透過下入方式 一個是成為主權獨立國家 一個是成為獨立國家自由邦 第三個大家看不到 第三個就是說 成為另外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一部分 我們可以簡單講就是 跟其他國家合併 或者是統一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說 當我們如果依照國際法 在去殖民化脈絡下 行使自決權的時候 我們有這樣的選項 最後那個選項就是 跟另外一個國家合併這個東西 可能有人會講說很擔心 現在台灣人可能腦子不太清楚 到時候行使自決權如果選擇 要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怎麼辦 我不知道有人會這樣擔心 那我要告訴大家一點就是說 因為第三個選項呢 你可以跟它合併的對象呢 必須是主權獨立國家 那中華民國政權 現在基本上來講 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不承認 它是主權獨立國家 而且它也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換句話說 如果說今天台灣人在自決的時候 選擇說我要台灣跟澎湖 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 那基本上在聯合國這邊 它會說你這個自決無效 因為你選擇跟一個 非主權獨立國家合併 所以其實不太需要擔心說 到時候大家行使自決權的時候 會選中華民國 因為它根本連選項都不能放上去 它根本不符合那個標準 所以呢 想說如果我們真的要建國的話 就是遵照國際法的規則 我們先了解事實 把台灣跟澎湖定位說 在盟軍戰後安排下 由盟軍成員為盟軍設置的佔領代管機構 治理中的佔領地 屬於還沒達成獨立的領土 透過援引聯合國大會1514號決議 這些聯合國會員 他們有這個義務要協助台灣 當然這是主張 我們可以這樣主張 其他國家願不願意這樣配合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這個是我們可以提出來 有法理根據的主張 他們如果不願意接受 他們要解釋 他們要說明為什麼不行 所以我要講說這個就是 你跟人家討論的籌碼 然後再來呢 援引聯合國憲章人權公約裡面的自決權 讓他們沒有辦法否認 我們有著名有權舉行自決公投 來性質自決權 而且呢 基本上來講 我們既然是去執名化的架構之下 各個會員國他們沒有理由去否認我們自決的效果 很多人都在擔心說 我們到時候做了自決之後 其他國家不承認怎麼辦 這個就是我們的根據 你為什麼要承認我們 因為我們照規矩來 因為台灣的法理地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依照這個規矩來 依照去執名化是國際共識的話 你沒有理由反對 也沒有理由否認我們的結果 所以我們要運用台灣身為主權未定 前殖民地的身份 戰後國際去執名化共識 對殖民地自決肯定 依照國際共識舉行自決公投 就在尋求聯合國會的承認 最後我想簡單講一下聯合國的部分 現在很多人對聯合國有一些錯誤的理解 首先了解 聯合國的本質是什麼 它是國際組織 它是互動平台 它是討論事情的地方 或是講南天也喬事情的地方 就是大家在喬事情 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基本條件是 你是國際反對主權獨屋 你國家 所以你 還不是國家的話 你基本上已經沒有聯合國了 所以重點來了 聯合國不是什麼 它不是世界政府 很多人有這種誤解 它不是世界政府 它也不是領土主權的裁判者 如果有領土爭議 發生爭議的時候 不是聯合國來做決定 你可以去聯合國去討論 因為有爭議去聯合國那邊去討論 但是 領土主權的歸屬 不會在聯合國這邊做判亂 因為領土主權歸屬 這是法律問題 所以會移交到國際法庭去判亂 它也不是國家誕生的地方 所以有人主張說加入聯合國 然後就建國 這不對 所以進入聯合國 不是建國必要程序 因為你不建國根本進不去 它也不是被承認是國家的前提 當然如果你有機會加入聯合國的話 等於是說 基本上大家都是集體承認你是一個國家 沒有錯 沒有問題 但是你沒有加入聯合國 人家還是 只要你符合應有的標準 完成建國的程序之後 還是會有國家承認你 還是有其他國家會承認你是國家 所以加入聯合國不是前提 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會入聯 你看瑞士2002年才加入聯合國 應該沒有人說2002年以前瑞士不是國家吧 不會吧對不對 所以 總之呢 建國以後不一定要入聯 但是不建國一定沒有辦法入聯 所以台灣入聯的第一步 先完成這件事情 先建國 怎麼建國 又是剛才前面所講的 依照國際法的程序去完成 那 其實我想說這是在過去 很長一段時間裡面 大家的認定都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中華民國台灣 然後頂土法是台澎金馬 但是實際上是這個狀態 實際上是這個狀態 我們必須要接受 當然大家聽完這個狀態 很願意接受的話 就會知道說 其實狀況是這樣子 這個其實可以解釋 我們現在所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台灣一直被卡 卡在那個 一種底下 就是因為現在是中華民國政權 透過這個東西 他又不講實話 透過這個過程 就是我們了解這些東西之後 然後我們開始辦公投 那當然會有國家會反對 那時候我們就講 1514這個去殖民化的義務 那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反對 然後之後呢 用1541號裡面 決定自決的選項 依照這個選項辦自決公投 那辦自決公投 這時候如果大家決定要建國的話 台灣跟澎湖的主權就真的確定了 他就會歸屬於這個新建立的國家 有這時候呢 新的國家政府就可以開始 稱讚自己台灣和澎湖 那剛才前面我們不是有那個盟軍嗎 對不對 那個盟軍那一個授權中華民國 管這個東西 在這時候呢 因為已經台灣和澎湖的主權已經確定了 戰後的最後的決斷已經決定了 所以在這時候呢 這個盟軍的戰略就可以結束了 那在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真正的講出這句話 台灣中國違編一國 現在講太快了 我們可以說我們希望台灣中國違編一國 那金馬怎麼辦 基本上來講土地 因為中華民國政權可以管中金馬 所以到時候他在這裡就辦獨立公投就好 讓金馬的住民去決定要不要從中國獨立出來 你看他們如果獨立出來 如果想要跟台灣跟澎湖在一起的話 剛才前面有講 自決權裡面 你要跟人家合併的時候 合併對象是什麼 合併對象必須是主權獨立國家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希望金門馬祖可以之後 跟台灣跟澎湖在一起 台灣跟澎湖自己要先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才行 你成為主權獨立國家之後 決定從中國獨立出來的金馬 才可以有一個合併的對象 對不對 如果你台灣跟澎湖不自己先完成建國 那你這個金馬這邊 他獨立出來之後他不知道去哪裡 那當然 可能到時候金馬住民決定 他不一定要離開中國 但是裡面有一些人他想說 沒關係啊 雖然說金馬的領土主權還是屬於中國 但是我想變成新國家的國民 這當然也可以啊 新國家完全可以無條件去接受 原本具有中華民國國旗的金馬住民 來規劃成為新國家的國民 所以金馬的問題 主權的部分 然後還有那個人民 關於人權的部分 國旗的部分 在國際法上面都是可以處理掉的 那剛才前面有講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在加入聯合國的時候 台灣建國之後如果要加入聯合國 你提出主張 然後秘書書說你還不是個國家 我們就拿這些嘛 我說我們都已經照規矩來啦 那你沒有什麼理由反對吧 那你通過秘書書這個挑戰之後 接下來進入安理會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可能會主張反對 但是因為聯合國的現象裡面 有一個利益迴避原則 所以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他主張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話 他不能夠行使否決權 因為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那他如果要行使否決權 他要承認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樣才沒有利益關係 所以到那個時候就是 不管是他有沒有行使否決權 對台灣來講 他沒有辦法行使否決權 他要行使否決權 他就要承認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 所以台灣基本上走到這一步 應該沒有輸的問題 一定是贏的 好 最後呢 進入到聯合國大會裡面 之前就金三合約有簽約這些國家 我們可以跟他講說 就金三合約簽完之後 台灣地位未定的問題沒有解決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台灣人已經行使自決權 建立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了 那你們只要承認我們的自決的結果 你們在就金三合約裡面 讓台灣地位未定 留下來這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就解決了 你只要承認我們 承認我們自決的效果 承認我們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其他沒有簽就金三合約的這些國家 我們就依照剛才前面所講 去殖民化這些要求 請求他們去協助台灣完成 去殖民化這個動作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很有機會 能夠順利的進入聯合國 所以呢 我想 這個還是一樣這句話 就是到底我們以後要選擇的是 簡單的還是有正確的路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這一點 然後在以後做出正確的決則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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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目前我們在台灣的治理當局 他有義務 要協助我們進行 住民的自決 如果說 現在目前的 就是自理當局 他協助我們做住民自決 也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 这比起我们花了非常多的纳税人的钱 去买这些武器都还有效 因为当你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时候 你的主权是受到国际法所保障的 任何国家的侵犯 它是触犯了战争罪 它是被保障的 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 在演讲之前所提到的 当我们依照国际法理的时候 不是要去跟人家打架 我们按照国际法理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诉求的是 现在目前的治理当局 它是一个军事占领的一个阶段 它其实应该要完成它的任务 然后让我们著名自觉 完成一个新的国家 然后我们才有办法 真正走进到国际社会 才能够抬头轻松 所以我们是台湾人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心 那因为9点钟 我们的文化中心要休息 如果还有问题的请Google 台湾的全文化协会的演书 跟台风法理建国连线 我相信圣锋袋上面它是版主 都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很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 因为我们的大多数文化中心 是9点这边要 就是必须要离场了 好 我们今天谢谢大家了 一再掌声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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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